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我们的第七场了 下一周这个时间是我们的最后的中场 欢迎所有的家长老师们能够参加上我们的中场 在这个中场中我们会介绍我们的教育中心的教学理念 我们的教学手段 以及要跟我们暑期课的老师们见面 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什么呢 今天是我们介绍部分老师的课程 从第一讲四月底的第一讲开始 每一周呢我们都邀请部分老师来介绍他们的课程 那么错过的这个讲座呢 那么可以到哪里去补这个讲座呢 很简单就到我们的官网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官网的地址就在这里 这个地址很容易记啊 三四然后五六次的讲座 这几次的讲座录像 那么每一个讲座里边 每一次的讲座里边都有哪些老师来介绍他们的课程呢 上面有文字标注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些老师的课感兴趣的话呢 你跳着补看这些录像就可以了 好 这个应该很容易做到的 那么我们下面进行今天的这个项目 我们正在一小时内结束哈 今天我们都有哪些啊 都有哪些内容向大家来介绍呢 我们首先呢 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暑期课的整个的课程的规划和布局 另外呢我们有两位老师呢 一个老师来介绍中文一些口语课哈 另外一位老师呢来介绍也是中文口语课 那么最后呢我再来介绍呢 今年暑期呢我们怎么样利用一个海外华人 海外中文学生的阅读系统来为孩子们开设一些暑期的阅读辅导课程 最后呢用几分钟时间我来介绍一下 在我们教育中心已经连续多年开设的 美国标准的国家级别的考试 就是AP中文考试辅导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我先把我们教育中心的一些课程的 暑期课程的规划介绍一下 在这之前呢我先来介绍我自己哈 我叫张丹 大家都叫我张老师 坐标美国东部大华府地区 我在美国呢已经生活了35年 那么呢我自己的孩子呢 走过了整个美国教育系统 从出生一直到大学毕业 所以我对西方啊 具体来说是美国教育系统非常的熟悉 也是从小在我自己孩子的 这个上的学校参与各种各样的家长的活动 配合学校的老师 配合教育系统里对家长的这个期望啊 和对家长的求助 经常参与义务的为学校服务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长期和学校系统打交道 非常了解美国教育系统 美国教育制度在培养学生对学生的要求和期待 那么呢这些对美国教育制度的了解呢 也使我在业余时间教授我们华二代 我们叫海外继承语中文 就是继承父母的语言嘛 我们父母都是华人 所以呢是继承语言的华二代的学生们 能够把美国教育系统的优势 和中国教育思想的优势结合起来 强强联手 因此呢我的教学效果非常好 那么呢 我是在2007年 2005年吧 来介入的 介入到了这个中文的海外中文教育 在十年当中呢 累积了一整套 教授一套海外非常有名的中文教材的经验 也带出了一个庞大的教学团队 那么2014年呢 我呢 借着我自己已经累积了这么大概十年的 这样的业余时间教授中文 我辞去了我的一个 为美国政府 在美国政府的一个咨询公司的 年薪非常优厚的工作 我决定呢 要在这一个自由的国家来体验一个创业的经历 这个 那么我呢 就是建立了张丹语言文化健康教育中心 在美国马里兰州注册中心 我就开始了全职的推广中文和中华文化 那么我的一个教育中心的当时一个主要的任务 主要的使命是培训老师 我是一个培训中心起家的 那么当时是因为了把我已经累积了十多年的教学经验 特别是教授马丽萍中文这一套非常优秀教材的经验呢 能够守这个传给传帮代式的传给很多在海外的教授中文的 教授华二代的中文老师 因为我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那么就是这样呢 很多的家长和老师呢 陆陆续续都知道了我们的教育中心 2015年 我在将云技术纳入我的中文教学和中文教学管理 若干年后呢 我琢磨出了怎么样能在线上教课 因为我希望能够触及到我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之外的 我要跨越地域的组合 我做到了 所以2015年这个时候呢 我正式开始线上教学 那个时候呢 我还有两种学生 一种是到我面前来上课的实体学生 那么另一部分呢 是来自北美 远在这个加拿大 远到美国的西海岸的都有学生来上我的课 好就这样 于是呢 我就创建了一个双模式教学 双模式教学就是同时 有线上的 犹如现在各位家长来听我讲课 你们就是我的学生 同时呢 我在我面前还有实体学生 那这样两个不同地域上课的学生怎么能够互动呢 我当然有办法 这是软件加硬件的技术让我做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来呢就一直上到2020年初 疫情 袭来以后 我们的远程这个实体模式 感染停止 没有关系 所有人立刻上网 我们的网上教学已经有了 当时已经有了五年的教学经验 所以呢 我们一天课都没有耽误 疫情呢 使得很多实体的学校 不管是主流学校 还是业余学校 都停止了教学 都关门了 那么我们的教育中心 一天都没有停止 一直到去年的暑期 这时候很多学生 因为在居家不能外出 手里一大把时间 同时很多大龄的学生 这时候也意识到 这是恶补中文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很多海外华人的学生 年少的时候 非常厌恶学习中文 不管什么原因 学不下去 辍学几年 那么现在意识到了 年龄大了 意识到了学中文的重要性 而且看到现在手里有 时间了 家长们陆陆续续的 来到了我的教育中心 请我给大家开课 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自己开课来不及 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于是我招募了 北美当时的很多 已经学会了 线上教学的教师老师们 把自己的课 带到我们的教育平台上 所以我们开设了 语言课 文化课 还有技能提高课 效果非常好 我们帮助了很多的 大龄的学生 通过我们教育 暑期 对超龄学生 大龄学生上速乘课的方法 是很多学生 在一个暑期连跳两级 然后在下一个暑期 今年暑期 再连跳两级 他们很快的 可以赶上了 同龄学生的中文的学习 所以家长对我们这样提供 这样的服务 就提供这样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感激 那么今年 仍然有不少学生 还是居家 需要上课 需要补课 那么我们今年把我们的 北美远程教师联盟 提升为全球教师联盟 因为我开始从全球招募 可以远程上课的老师 不光是语言老师 还有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 传统思想 还有政治经济等等 各行各业 能够远程给学生 或者是成人开课的老师 在我们的平台 陆陆续续开出了远程课 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老师 就是来帮助 就是来介绍 最近新上线的课程 那么首先 我讲一下我们这个 暑期课的一个规模 大家看到这里 你往下 在我们的网站首页 往下走的话 就会看到我们的课程简章 把它打开放大 我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三类的课程 语言升级补习类 这是我们平常学年课 在暑期课进行塑成 让一部分大龄孩子 能够在暑期 把一年的课学完 这些课程 非常适合很多家庭的需求 那么呢 这些老师看到没有 我们这些认课的老师 他们的 如果来到网站呢 可以看到他们开的课 同时点击老师的姓名的链接 就可以了解 老师教学的背景 他们的经历 以及他们开的 每一门课的详细的介绍 欢迎大家上网登陆 去观摩 去了解 那么呢 除了初级课 还有呢 中级课 就是我们的写作阅读 这个呢 大多数的课 都是我在亲自教授 我非常喜欢教年龄大的学生 再往高年级呢 是我们的文化课 以及呢 适合参加美国 全国 这个国家标准的 AP中文考试的 这种辅导课 那么文化欣赏类 就是什么呢 中国文字 在文字当中 可以学习文化 所以你看老师们 开的课程的题目 读起来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这些老师呢 都曾经上线 介绍过他们的课程 大家回看录像 你就可以了解到 这些老师的课程了 那么这个 还有一类呢 是技能提高类 包括我自己 给学生们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 华二代 成为演讲的能手 对对今后上大学 工作 能够在 这个自己的行业里 能够做到一名精英 这一点的技能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华人 往往在演讲 这方面呢 比起其他族裔的 这个学生来讲 都是比较逊色的 所以呢 我希望我自己的能力 能够影响到这样的学生 然后呢 我们还有打字课 还有这个儿童 创作设计的 这些技能提高课 还有呢 我们一些 我们有一位美国老师 来给学生们 用英语 来上一些电脑课 包括呢 数据库的设计 还有呢 网络安全等等 这些内 这些课程呢 希望呢 可以给我们的学生 带来暑期的 愉快的 在愉快的氛围里 能够坚持学习中文 不忘中文 好的 我的课程的一个概览 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呢 我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任客老师 来给大家介绍 他自己的教学 这个开设的课程 这老师呢 是威小威 我们学生们都喜欢叫他 Miss Hunt 请那个老师 您打开你的录音和录像 好吗 好 好 大家好 韦老师 你没有把你的简历 发给我 也可能我错过了 那么呢 我知道你是在 Yuta州 是不是 Nevada 内华达 在内华达州 那么这个 韦老师呢 他的英文名是Hunt 大家就叫他 那个Miss Hunt 他教英文 对英文 或者没有华文背景的 这样的学生的教学经验 是特别的高超 当然他也教普通的中文 那么呢 请 韦老师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然后呢 简单介绍一下你今年暑期的课 好吗 好 我现在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好吗 好的 我现在开始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谢谢这个张老师 给我机会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我的教学 好 我现在开始分享我的这个准备好的我的PPT 应该是从头 好 请 前面 好 好 我的暑期课程介绍 我会有 我有这样一些问题我要讲 一个是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呢 我有两门课 我要开的这个暑假 是一个是真实世界中文口语课 一个是中文电影里的文化聚焦 我们要讲文化 通过一部或者两部电影 来就是对文化的一个方面 或者两个方面进行 这个仔细的去探讨 好 那关于我呢 就是刚才张老师说了 我叫学生英文的话 学英文的同学呢 会叫我 Mrs Hunt 因为 这是我的那个先生的姓 所以我跟他姓Hunt 但是呢 学中文的学生呢 会叫我韦老师 韦老师 那么我 就是关于我本人呢 有这样一些 那个小的点滴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关于我的那个 就是我的那个 职业上面一些 信息 那么我是一个有执照的 就是内华达州教育部发的执照的 我呢 可以教英文 还有ESL 是 还有可以教那个中文 那么我的执照呢 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 好 那我本人呢 是现在教中文 已经教了 有10年了 这是从2010年开始 本来我是教英文的 但学校呢 要开那个中文课 因为中文热起来了 所以呢 我有中文那个牌照 所以校长就要教中文课 所以从2010年开始呢 我就教中文课 从开始有两个班 在我们学校 那么到现在有 123 中文123 还有AP 所以我也教AP中文课 教了 从2012 从2010年开始 到现在也有10年的这个历史了 那我本人呢 就是最近呢 有一个 好 我把这个放小一点 就可以 有个link 应该到那里去 好 稍等一下 那我本人呢 就是最近呢 有拿到一个奖 这里 就叫做 Heart of Education 是那个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奖 我把它点开 这个奖呢 叫做Heart of Education 就是 一颗热爱教育的新的 这样一个奖 这样一个奖呢 是讲给前20名 就是说 本周 本个学区 学区我们有一万 五千名老师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其中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奖 那么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 对我的教学上面的 一个承认 大家看到 这些都是 别的科目的 别的 那个族裔的 那个老师 所以我觉得 得到 这个认可 非常非常的 荣幸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 就是 我本人呢 就是教授 英文课 现在 主要教中文 因为中文课 很多 在我们 学校 所以呢 我来教中文课 好 那么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 那个线上的中文课 你比如说 我们学区 有一个叫做 Nevada Learning Academy 那那个学校 专门是线上的课 所以我对线上的教学呢 感觉到很舒服 实际上 就是这个平台 让我觉得比较得心 我自己的业余爱好 就稍微轻轻点水的弄一下 就是说我喜欢运动 还有喜欢户外活动 也不能老是看屏幕 好 比如说这些 雅铃什么的运动 有时候去公园 跳下舞 好 我们现在说一下 我的第一门课 第一门课叫做 真实世界中文口语课 那为什么叫真实世界呢 因为我现在多年来 就是在美国教外语课 就是严格执行 这个美国 那个教训理事会 这个颁发的 这个武系原则 就是必须是以沟通 为焦点 然后其他 要必须跟真实世界接轨 你学的东西呢 如果不跟真实世界接轨 那是好像是空中楼阁 没有太多的用处 而且现在我 因为很多年来 我在教AP 我看到AP的初题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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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个有道理 跟真实世界接轨 总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的口语课 不是 好 只教一些 好像 很多课本里面 出现的一些课 东西 但是它跟真实世界 没有太大的联系 所以呢 我要把这个 市头呢 搞过来 就是说 必须 让学生 可以 学了之后 可以用 在真实环境 真实的 中文环境里 使用这些东西 那么我的这些材料呢 就教是 StarTalk 和E-Tower 来源 还有一个叫 Groom up with Chinese 还有 Authentic Materials for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真实意料 那么上课模式呢 当然是 我的是 那个是 远程的 通过Google Meet Google Meet 如果是 如果是学员 不是美国的话 他可能Google Meet 他上不了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 可以给他 选择Sky 也可以 这些都可以 在网上可以找到 这些 那个什么时候 开课 什么时候 节课 节语 在网上 都可以查得到 那么我现在 讲我的第二门课程 叫做 叫做 中文电影里的文化聚焦 文化就多了 方方面面的 那么我要 那个 就是要 聚焦 Focus OK Spotlight 等于是 给他一个聚焦 那么 来源呢 我们看一下 我会惊险 那个中文电影 可以是微电影 可以是 这次我准备给学员 就是 选择电影 叫别告诉他 他的英文名字 是叫 Fairwell 我们其中有些 比较出名的演员 比如说 左边 最左边 左边 第一位 前排的 那他演过 那个 Crazy Rich Crazy Asian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大家应该 可能会看过 那这部电影 主要是讲 中美文化的 一些冲突 比如说 我们可以通过 这几个 大概 我大概给大家一个 比较 在中国 在美国 分别有什么 相同点 和不同点 主要是 等于是 因为这部电影 是一个 主人公 她的奶奶 生病了 得癌症 肺癌 全家人都回中国 去看老人 但是 不告诉老人 她得了癌症 但是 这个 在美国长大的 这个 叫做 Billy 这个女孩子 她觉得 很不可思议 这个 病人的知情权 应该 要 告诉病人 但是 在中国 很多情况下 还是不要告诉她 就是 就是 这部电影 主要是 在针对 告诉不告诉奶奶 她的病 所以 有人说 告诉 有人说 也不告诉 所以要 要比较一下文化 在美国 应该告诉 在中国 还是不告诉美好 让她活得更好 活得更长时间 好 主要是这样的情况 好 其他呢 还有些什么 开课日期啊 等等 好 看一下 比如好像 我还有很多那个 超过 就是我们的那个 幻灯片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跟学人讲一下 这整个一共有四大讨论点 那么 最后的一个 结尾的时候 学员要做什么呢 学员要做那个 叫做报告 他可以选择有几个题目 我打开一下这个我的这个介绍 我的课 好 在这里 我打开一下这个 暑假课程 这个模板 这个地方 要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 打开一下 那么关于电影呢 就最后的那个 我 不是光看电影 看了电影之后呢 最后学生 他可以选择 他那 选择 就是通过看电影 要跟实际生活接轨 也就是最后呢 他选择 好 我看看这个蓝色的部分 好的 我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 最后呢 学生会 会有感悟的题目 他可以选择 奶奶得了癌症 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 为什么 必须用中文表达 要说出来 也要写出来 还有生活中 假设你生活困难 你 你告不告诉别人 为什么 假设你的 比如说一些 父母啊 离婚呢 你告不告诉别人 为什么 或者说 我自己的电 给自己上了一个 这个时间到了 这个时间到了 两十分钟 那么还有就是说 假设你成绩 一个季度 或者比如说 学期的成绩 没有拿很好的成绩 你会不会告诉别人 为什么 等等 这些 是从电影 延伸到自己的真实世界的一些事情 好 我的 我的讲话就到这吧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了 你的这个介绍让我想起去年 我曾经想开一门电影欣赏课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想 你的 你看你讲到这个文化差异上来讲 又欣赏这个电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我当时就想给学生看一部电影 然后呢 一边讨论一边看那个叫挂沙 讲的呢 也是中美文化之间的冲突 给这一个华人家庭带来一系列的法律纠纷等等 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争取还是以后有这个机会吧 那这次今年就跟你学了 希望在在线的家长们哈 广而告之 告诉你的朋友们呢 能跟韦老师来上课 中文课 英文课 有中文的这方面的课程 还有呢 如果你的朋友里边有不会中文的 不是中文环境的这样的学生 来学基础中文 或者是这个 学习这个一门外语吧 那么来上那个韦老师的课 韦老师你在说 你想补充什么 你能停止共享吗 停止 好 我已经 我光沙我的学生 我给他们看过 这个 这本这个教材非常的好 我觉得 OK好的 非常感谢啊 大家注意到我们的网站上去 去浏览这个韦老师的 他的课程的信息和他的这个课程介绍哈 好下面我请出一位我们特别的嘉宾哈 一位老师呢 他的课程呢 这星期刚刚安排好上线 他是来自中国西安的 Helen刘老师 刘老师你在吗 在 OK 你能把你的视频打开吗 very good OK 这位呢 是我们的刘老师 他是来自中国西安 他是地地道道的 在国内长大的一位老师哈 现在人也在西安 但是呢 大家知道吗 远程课 我们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 对不对 我说我在欧洲 我说我在中国 你们也相信 对不对 所以呢 放我们的远程课 今年我们扩大到全球招 这个招募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呢 请来刘老师呢 来介绍 他自己今天要开的课 刘老师你先简单介绍你的背景 然后开始介绍你的课好吗 好的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我们的 张丹老师 引领我入门的 我是徒生徒长的西安人 从事教学已经有28年了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间 一直和小学的学生一起交流 自从学校开设了英语课程之后 我就进行的是英语教学 英语教学 英语教学 所以在这里 嗯 我想说的是 从怎么说呢 很高兴很激动 我问你 我知道你在中国呢 在参加了一个平台啊 一个国际平台的英语教学 中文教学 那么你吸收到的一些的 成人学生 来自全球各地 我上次听过你的课 是一位来自欧洲的一位成人学生 嗯 对在巴黎的 嗯 我接住的学生 嗯 有 最少有60多个 他们都是世界各地的 然后就是 在教学过程中间 就是他们 有 从 最开始起步的 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吧 我 就是 学习 像 其他的老师学习啊 或者说是 词不达意 对不起 但是有一点我能说的是 有机缘和我们的张丹老师 认识 到了我们的与 张丹老师的语言文化教育中心 我想 和更多的同学 一起来把中文说好 进行语言交流 基础就是推出了 绕口令 让大家 能够在 说的过程中间 有信心 让简单的 简单的中文 有起步 有起步之后 我们来提升 呃 不害怕 说错 也不害怕 说张口 怎么样的过程 我们就 来练习吧 绕口令 就是为了练习 然后提高自己的绘画呀 对话呀 交流的能力 尤其是 针对 呃 不爱说话的小朋友 和想要说好中文的 foreigner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这些课 我准备了好多 但是呢 不能够放映的话 大家就看一下我 放映件 放映在在下边 你的下边有那个放映件吗 没关系 对就是在初级 初步接受 接 接触到绕口令 就是小朋友 或者说对foreigner来说 他们 看到葡萄 葡萄 然后到最后 我们知道 知道这个葡萄 皮儿要说流利 说准确 而且 做成为 native speaker 就是吃葡萄 不吐葡萄 反复的训练 之后 我们的初级班 sorry 我在这儿 就是说如果 出入门的 说简单的 吃葡萄 不吐葡萄 倒过来再说 不吃葡萄 倒吐葡萄 之后 到中级班 再加更多的 这是我的设想和准备 那么 对高级班了解 这个故事 也是有必要的 之后 嗯 嗯 关于最 传统 大家都知道的 四合十 十合四的练习 呃 从 大家的这个语言 就是知道这个拼音 四十 然后来练习的时候 从数数一二三四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继续来进行数数的过程中间知道他们真实的掌握这个基础在哪个层次嗯不停的练习让他们真的会说愿意说整个课堂上我愿意以朋友或者是姐姐呀或者是partner的身份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好 这个当然拍手呀注意节奏呀四十这个不停的要练习那么在练习的过程中间让大家真正的知道原来我们说中文和中国人中国朋友来交流和爸爸妈妈 尤其是小朋友哦有的不愿意张口我接触到的就是家长在那个preplay上进行教学的时候家长说哦自从上了hellen老师的课我的孩子愿意和我多说了谢谢真的很感谢孩子们的可爱嗯和家长的认可是我最愿意 嗯呃继续我的这个教学谢谢呃呃这个颠倒歌是我们在多伦多的一个十岁十岁的呃Terry 韩瑞奇同学来学习的过程中间咬妈妈她妈妈在旁边妈妈咬是什么意思哦吃喝她知道咬她不知道我就拿图片来进行了解释然后给她演示呃让她达到什么程度呢她能够打着节奏 咬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东西街南北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又怕砖头咬我手孩子经过嗯理解然后带着表情有语感的说出来之后还跟妈妈可以商量哦中午我们喝牛奶吧吃面包吧 真的可以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更别说这个豆了妈妈妈拿一大捧豆给她来说豆在哪儿怎么办了如果那个豆给破了怎么补补好了之后装豆的话豆不漏反复的说有意思的去练习给家里边来表演是更有意思的还有牛啊狮子啊我们都可以说一说 练一练一练和生活是能够接轨的呃尤其是对foreigner很有趣他们进行了呃二十个课时之后他们会说都装豆了也会说更别说四和十了很简单从开始就是数数不停的练习达到 自己很得意proud然后回去呃David回去以后给一岁半的小朋友自己的儿子说matis来我们来数数一二三四不停的练习他现在说的特别棒嗯大家好我 我是有点言语不太有点凌乱是因为太激动我珍惜我们在这里的相遇也希望呃中国现在是六月六日我们在这个教学平台上一切都很顺利666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刘老师呢今天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海外啊这个教学活动哈啊很激动你这个绕口令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其实在海外的一些大龄的学生都说不了这样的话你对于中国地区的小小孩子都不成问题 但是呢在海外长大的华人学生啊他们的这个舌头的灵活度啊嗯由于语言环境不存在或者是很少因此呢他们的中文说这方面呢从平均的程度来讲赶不上国内的所以呢你这些别看是给儿童的这个绕口令啊 啊我们这边长大的中学生高中生都可以所有的所有的只要愿意说得更好说得像我们中国人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就像呃张老师我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就比如葡萄葡萄我们正常是注音是葡萄二声而且是纯音葡萄但是呢我们正常说的时候 吃葡萄吗吃葡萄葡萄葡萄就成了青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正常按标音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在练习的时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尤其是我们听相声还有绕口令呢表演里边全是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得让学习的嗯 任何人都能够知道哦他说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和我会说的和我原来说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一样的这就是我想要做的OK非常好哈好的咱们时间到了那个啊啊下面呢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呢我来简单啊谢谢刘老师啊我给你把那个啊分享停了哈啊 啊那么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个啊最近我今天哈两天之内啊刚刚设计出的一个教学的一个项目哈在暑期那么大家知道呢在北美有一家公司呢叫iChineseReader那这家公司呢我今年三月在全北美组织这个团购这个啊这个是一个阅读系统哈这个阅读系统呢它设计了很多的啊中文的图书 给所什么样的学生呢可以是继承语的学生可以是学习啊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啊非华人学生还有呢是这个啊叫陈静式啊这个美国啊或者是海外的陈静式教学的学生还有呢是参加各种比如说IB中文考试AP中文考试ICT中文考试这样的学生那么呢在这个啊每一个学生呢可以拿到一个照片 或者以后呢可以在里面呢做测试自己的阅读这个程度然后开始做分级别的这这样的一个阅读的啊经历历程那么这里边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教程呢你看到没有从这个level哈 level一第一级别一直到最后的二十级别哈 这里边有标注第一一到四一到三级别是属于第一的是那种比如说非华人的学生哈那么到五六七八九十这就属于什么呢这个其中呢就包括我们这个华二代第一年级的学生然后呢再往上走呢就是我对于我们华二代的学生来讲了 就是九一直到十五十六哈是我们学了一年又一年学中文不管什么教材哈这样的学生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阅读水平那么到了最后参可以参加SAT或者是IB中文考试的话呢 基本上是从十六级到二十级别那么每一个级别里边你如果进去的话呢你啊这个学生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的这个书籍各种类型的书籍各种这个主题的书籍有社会学科学还有故事还有中华文化还有诗歌这里边都包含了很多的中华文化啊非常好所以很多家长呢由于我们团购非常的便宜哈 在网站上如果自己去购买一年的话是八十美元我们团购当时是二十五美元就可以使用一年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六月份今天截止呢就是让家长呢可以呢加入我们这次的团购那这个费用呢更少啊还是到同样的明年的三月 啊几号的时候呢这一年就我们在明年三月份再组织一年的团购所以大家只要参加我们的团购你就会拿到最好最好的价格哈那么这个非常好我给我教育中心的啊一百多个家庭的学生都大力推荐我是推荐什么呢暑期期间除了做你规定的中文的作业以外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海外 华二代的学生我们学继承语的学生呢利用好这个工具来大量的阅读我们学生最缺的就是词汇量特别是包括我要参加AP考试的学生我们丢分就丢在词汇量不够因此呢不认识或者是呢对中文的传统正宗表达法不熟悉因此打提打错了这个是我这个常年组织啊每年组织AP辅导课我所得 得到的一个切身的啊这个观察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学生呢利用暑期利用这个非常好的工具又是这么一个团购非常便宜的这样一个机会呢给孩子拿到这么一个阅读系统那么暑期期间呢有家长在跟我讲呢如果让孩子自己去读那就要靠家长在后面催促这样呢给家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学年期间呢 因为我们老师们都在给学生上课没有精力去关照这个方面那么暑期期间呢暑期呢我们老师呢就可以有这样的精力来帮助学生来做这样的阅读所以呢我今天呢计划呢我们计划好几位老师正在商量哈我们准备开啊这个我这个iChineseReader辅导班我们根据每一个学生现在在这个系统里所测试到的 或者我所读到的他的具体的这个级别来组班比如说两个级别两三个级别组一个班甚至人多的话一个级别组一个班那么呢这一个班呢学生呢老师呢会给规定相同的读物大家回去去读或者是课堂读或者是回家读读完以后完成老师布置作业同时老师也会要求在这个规定读物以外呢还需要读若干本书 在多长多长时间内几天内读完几本书啊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有要求的和这个自由的选择的方式呢让学生快马加编的多读多增加词汇词汇有了他的语言听说读写才能够往众生走下去所以今年希望呢我们这一个尝试呢能帮到很多的家庭 让孩子好好地利用这个工具把自己的中文阅读能力提高在这方面现场的家长或老师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打开你的话筒来问目前呢我们的课程还在规划当中很快就要上线上线以后呢家长就可以帮助孩子注册这样的一个课程就是让我们暑期期间让我们的老师来帮助你的孩子提高阅读能力你的家长 就可以轻松一些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目标如果你家长能够帮助你的孩子自己做阅读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张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AP中文的事就是AP中文他会考繁体字吗不会的繁体字他这个是这样啊我后面就要介绍一下 几分钟时间介绍AP中文的哈那么呢我介绍主要是我自己的教学手段那么你问到的是考试的那个内容哈AP考试呢是考试如果你学的是简体他就有简体你学的繁体他就有繁体他所有的考题当中都有简繁体 可以供学生来选择也就是说那个AP如果你平时像学马力平都是学的那个简体的话那为什么马力平会有部分简体还有部分繁体 他繁体他教材如果学生特别是台湾来的学生他们都是繁体他需要繁体教材所以他的教材部分整本教材都是繁体那在简体教材中有这个六年级的有这么一个单元的课呢介绍了繁体这只是一个介绍不是教学生繁体而是让学生呢在教学当中在学习当中认识一些繁体的特点 了解到还有繁体这么一说今后一些常用的字也可以认识就是说不需要掌握不需要掌握不需要掌握我就是一直在教这门课所以我非常清楚还有别的问题吧好那我简单介绍我有一个问题张老师你那个Chinese leader你是说从现在马一起到明年三月他就都有效然后那他不是一年 还是你比如说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他不是以一年为限比如说现在六月份买然后到明年六月才很有效还怎么样你说到我们的团购讲团购就是一年我们的我这次的团购是三月份就开始了所以那个时候加入了几百名的家庭那个时候呢但是后来呢有很多家庭不知道我们这个团购想中途加入 中途加入呢我们不能说你随时来一个人我就要找公司给你开户去所以我们就集中到今年六月份我们插入一批团购这个团购的截止期是不能变的 否则就不叫团购了就叫个人购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团购的意思是从开始到截止这一年是同样的日期那么我们中间有插入的话费用相应减少如此而已明年三月份我们再来一年的团购就可以了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一天不到几分前的阅读哈这个是太值得了你要自己去买的话 一年八十美元了对吧所以啊还是非常值得所以家长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传购是非是非是非常好的机会有问题吗这个这个I Chinese I Chinese Reader这个是啊有那个简体或者是繁体之分吗还是还是简体应该有吧简体偏多OK繁体好像应该有你在我们的网站上哈我建议在我们的网站上我请了我专门 在三月份第一次组织团购的时候我找到了公司哈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专门举办了一次讲座哈这个讲座在哪里呢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首页上在我首页上呢你就是就是登录这个首页的时候呢你就往下滑动往下滑动呢你就会看到啊除了这个暑期注册和简章再往下滑动你就看到我们啊当时 这是爱读系统家长讲座这是公司老师专门给家长做的讲座专门给家长做的讲座呢让家长来了解这个系统 那么这一个呢是爱读系统的啊这个管理讲座 就是说如果你组织啊团购你作为机构组织团购的话哈你们的老师要了解你的老师账户和机构账户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操作来管理学生那么家长啊 学生注册账户以后家长呢也可以应着学生的账户开一个家长账户这样的话呢家长就不至于去要进入学生的账户来看他的这个学习进度阅读进度而家长从家长终端就可以了解学生这个呢在讲座里都讲了没有问题那这个里边呢讲的就是我们六月份的啊这一次的啊那么在我们教育中心上暑期各的学生费用呢 又有优惠一点啊这是我们的教育中心的优惠希望这个对大家有帮助 啊啊别的问题没有了吧OK那么呢我最后两分钟哈三分钟四分钟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AP课哈我的AP课呢是啊我已经开了也不多少年了我都没法数不清了每年我的AP课呢都是和马力评中文九年级 back to back啊这个连着的都在星期日的晚上所以呢我要求我的学生呢要一改过去星期日赶课赶作业的习惯星期六就要完成他学校所有作业星期日的晚上呢把时间留给我们中文AP课我的中文AP课呢其实是什么呢是我要求学生进入我的AP课的学生必须学完马力评中文的八年级和九年级如果你没有学过的话你当年 同时上九年级和AP课所以说 你不能错过九年级来上AP课因为我的AP课上要求的教材就是马力评中文的中华文化巡礼以及马力评中文的AP说读写这本教材两本教材 那么上课的上课的形式是什么呢因为九年级的学生已经学过了文化内容我们的课堂绝对不像绝大多数的AP课老师在课堂上一边讲文化一边做这个操练 所以大多数时间都在讲课这个对学生我觉得是没有起到AP课的作用那么AP课是一个辅导课就是考试是一个硬考课在我这里绝对是为了硬考是为了拿高分拿满分所以呢在我的课堂上呢语言已经都学完了文化也都有了有血有肉有骨架什么都齐了干什么融合在一起 通过我们每一周每一次课的两个小时的课堂操练来完成他对每一个题型的熟悉和应答所以呢我每一次课呢都像一个小小的模拟啊那么AP考试当中有六个题型在每一次上课呢都把这六个听销做别听说读写那么说的话呢就是要做文化演讲要做绘画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课呢都是像考试一样的给学生做这个现场的实时的这个应答操练这样呢经过大概一年时间这样准备下来之后呢学生在五月份参加AP考试的时候就会觉得轻而易举小菜一点因为他已经非常熟悉了这个考试的过程和每一个这个考题的这个式样怎么答题 我们交给他同时呢家长和老师不要以为我自己看看题我做做题我买一套题我自己做做我就能考好了 No no no根据我的经验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AP老师在课上不管是教你怎么答题更重要的哈不是怎么答这个内容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得高分 怎么得高分不是简单的从你的听说读写的技能和你的文化的表达而是你在答题过程中有没有符合满足应该做到的在时间控制上 在这个前后的这个语言组织上等等等等都有一定高的要求写作上 我们的这个写作课在AP是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技巧 所以呢每堂课我的课呢是每一个学生用15分钟时间就是说考试时间就15分钟 啊你写一篇写一篇写一篇作文那么AP考试有两篇作文要写所以呢 每一周呢写一篇作文两种哈两种不同的每一周呢轮换着来 那每周写一篇作文以后呢我给每一个学生现场来点评他的写作 我点评一个学生写作的时候我在屏幕上展示其他学生都看着 所以呢每当给一个人点评的时候 其他学生都是学习机会 他一边听学生被点评的学生一边听一边听我点评一边立刻在他的作文版本上进行修改 他犯的错误他写过的错词错句马上修改 对他可以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而不是过了一周以后老师给你一篇的红笔批改 这样的教学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用的云端技术 让我的AP课呢每一周都是非常精彩 学生们特别的两个小时紧紧张张 而且我们AP课呢没有任何的课后作业 就是因为我们在课堂上已经让学生两个小时大脑高度集中高度运作 我给你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我的AP课上课的这个同学们的这个网站 你就看到我付出了多少的精力准备啊 用我们的云端技术来给孩子们准备远程上课的最拿手最便利最有乐趣的线上的体验 你看我们的过去我们有SAT课哈 现在呢SAT呢在我的教学里变成了听和读的重点 然后我们进入AP课每一堂课看到没有都有一个链接 什么意思学生点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我给学生准备好的资料 到我们的资料里边呢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写作造句成语学习 还有呢阅读然后呢写这个还有听力等等 整个这些啊都是我们每一堂课都是这样的啊 每一堂课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从头到尾学生们最后我们有啊 这个SAT方面听和读方面我们有两次模拟考试 进入AP的开始重点放在说和写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有三次的模拟考试 而且这三次模拟考试里边呢 有一次或者两次这个美国大理会college board 它的真题啊我手里有真题啊 最后一次肯定是真题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年啊 这个考试的这个整个的课程 那么今年下这个考试完了以后呢 我问了这个我们我班里的十几位啊 参加考试的学生 大家呢家长从家长的口气来讲呢 学生感觉非常好 我每年的AP的教学效果都非常好 都是满五分 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教学呢 完全适应了他真正考试的那个模式 所以学生进入考试以后就像在上课一样 他感到非常的熟悉感到非常的轻松 而且我教给他很多很多的窍门 什么窍门呢 包括在一个嘈杂的啊 一个有随时随地有噪音的考试里 突然一个人一挪椅子发生巨响 突然一个人铅笔盒掉地下了啊 你要听的没听见 突然一个学生来晚了 在跟老师哇啦哇啦在那讲话 打扰你了 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能够集中精力 不让这些外来的噪音影响你的集中 这个这个这个注意力呢 我都给学生做这样的操练 所以我们的学生为什么考试那么好 而且那么轻松就在这里 好的我这个AP课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什么问题吗 我来看一下啊 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 或者说如果有人报名参加我们老师的课 我们怎么知道 收到通知吗还是怎么样 你比如说我看到网上我的课 现在已经上网了 这个我怎么知道有人有学生呢 还是 人家知道有学生 你想不想上这个课呀 你要上课你就注册呗 那我不知道有学生啊 因为你不注册到 我永远不知道多少学生啊 你都得注册呀 那就是说我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我收到通知吗 说嘿 对对对你注册了以后 你在我们的网站去注册 你注册完了以后 你就会收到一个自动的 给你的 你看了没有在这注册吗 就在网上这个表就在这了 在注册然后就往翻页翻页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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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最后它写submit 就是提交以后 你提交了以后 如果你填写的家长的邮箱是正确的 你家长邮箱就会收到一个注册确认件 你就知道你注册了吗 然后呢 至于说这个课开不开 注册了以后 你也不付钱 我们你就等着 我们会给你发送学费通知 你交学费 万一这个课 因为人少没有开成 你的所有的费用退回给你 那么如果开课了 开成了 那么呢正好 你就来上课就是了 你会收到通知 我们很快呢 因为现在家长们还在处在一个注册阶段 很快呢 我们要跟注册所有课的家长们 都会发送学费通知 还有上课通知 老师也会亲自跟注册的家庭进行沟通 准备上课 嗯 好 那老师也会收到邮件是吗 老师本人呢 嗯 什么叫老师 刚才是说家长会收到 注册之后收到 呃 通知 那个课开不开 几时开 那老师本人呢 那当然老师发送啊 老师 老师当然要知道这事 老师跟我 所有的老师跟我就是 我们都是随时在一起这个沟通的呀 开不开课老师当然要知道了 嗯 跟老师先沟通好 确定了 老师确定要开 因为有的老师我开班 我五人开班 超过低于五人我不开 所以我就问老师 现在有私人报名 你开不开 老师可以说 我开 那我们就开了 如果老师说不开 那我就只能告诉家长 对不起老师 这门课不开了 嗯 你会通知老师 是这个意思吗 你会通知我们 我会跟老师一起做决定 哦 好的 好的 老师来做这个决定嘛 我只是 我只是在老师这个 做了决定以后 我会通知家长 嗯 好 谢谢 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到这了 我们已经超时了 不过超的不多 下一次呢 希望家长们呢 广而告知 我们最后一次的讲座 我会邀请我们 今年暑期的 远程联盟教师的老师们呢 尽量 只要大家都能有时间的话 尽量出镜 来跟所有的家长见面 家长呢 对你感兴趣的课的老师 也有一个感受吧 有一个感觉哈 然后我们要介绍一下 我们教育中心的教学理念 以及呢 一些其他最后上课之前 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好 那个时候呢 如果家长来 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提出来 好 其他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有问题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主期 家长咨询群里边 希望你们在这个群里 不在这个群里的话呢 要告诉我 要告诉我 你是在哪里得到今天的信息的话 你就直接联系我 好的 非常棒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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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